印度又申请加入武昌了 虽然之前屡战屡败 但这次好像看到了希望 美俄两国的态度居然出奇的一致 我国的态度成为了关键 印度为何执着于加入武昌呢 这一次申请能够得偿所愿吗 我们点赞关注 接着往下看 不得不说 印度的毅力很值得让人敬佩 自从2005年开始 印度不断的申请加入武昌 可年年申请年年被拒绝 同样被拒绝过的日本就很有自知之明 甚至他们在二战中的身份 不再执着于加入武昌 可印度哪怕撞得头破血流 依旧不回头 只要撞不死 他们就年年申请 而且每一次都会得到武昌下一次的许诺 印度抱着这点希望 永远都在等下一次 2005年 印度初次怀着忐忑的心情 申请加入武昌 没想到的是 中美英俄居然都同意了 眼看就要加入世界大国的队伍 印度的发言人激动不一 可这时 法国悠悠的站起来说了一句 我反对 话音刚落 一朵乌云飘到了印度头顶 下起了局部大鱼 可能因为雨下的太大了 脑子有点进水 印度觉得只要摆平法国 加入武昌 不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 从这之后 在印法两国的联网中 印度心甘情愿的少挣点钱 法国也明白他们的小心思 俗话说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法国拍了拍胸脯 一切包在他身上 果不其然 印度第二次申请加入武昌时 法国欣然同意了 剩下的中英俄也没意见 印度就等着登台发言呢 可这时 一双鹰眼扫射了全场 冷冷的说了声 我反对 没办法 印度只能继续克进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美国享受到了 法国当初的待遇 美国心里舒坦了 印度也放心了 这次肯定能办妥 毕竟钱不能白花 可问题是 美国虽然同意了 可英国又反对了 印度非常不理解 钱也花了 李也送了 难道挨个拜访五个国家吗 大家都说 钱能够买到一切 印度也深信这个道理 毕竟都花了这么多了 还差剩下的一点吗 享受到好处的美法 还有眼蝉的鹰 纷纷暗示印度 不要再花一点 这事就成了 剩下的中俄都是老好人 卖点惨就可以了 其实想想也是这个理 印度知道他们想要钱 那就给嘛 第四次申请的时候 印度做足了准备 这次一定不会出岔子 看到中美英法都表示同意 印度慢慢的将视线 投向了俄罗斯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 一声反对相撑于笑 如果是一般人 肯定就此收手了 毕竟再有钱 也不能这样玩 而且一般人也能看出来 五常是什么意思吧 但印度绝不放弃 下次他还来 印度第六次申请加入五常 这次又轮到哪个国家拒绝呢 之前印度为了让美英法俄斯开亲 恨不得把钱败成两半花 他觉得中国心肠好 经常做些乐于助人的事情 肯定不会为难他们 所以第五次申请的时候 印度的底气非常足 直接带着发音稿走了过来 可没想到 中国说了一句反对 这句话无疑是晴天霹雳 印度差点没站稳 这不是在轮流靠羊毛吗 不过也就差这一个国家了 不就是钱吗 已经花费这么多了 还差这一点吗 第六次的时候 印度信誓旦旦的递交了申请表 可下一秒他收到了一条短信 由于事务繁忙 申请加入五常的规定变了 每个国家在五十年内 只能申请五次 此时一只乌鸦从头顶飞过 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说的就是印度吧 印度的执着是真的让人佩服 五常究竟有多么厉害 才会让印度眼馋这么多年呢 众所周知能够获得这五个位置 靠的不仅仅是机会 更多的是实力 这五个国家各有各的特点 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也是因为这些共同点 他们才能坐稳五常的宝座 首先这五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 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纵观全球 这五个国家都是世界范围内的佼佼者 不是五常的位置有多么厉害 而是能够获得五常席位的国家不容小觑 这五个国家如果联合起来 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存在 虽然印度对于入常非常执着 但他们连入常的一个条件都达不到 众所周知 五常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根据不安全统计 二战期间 全世界总共牺牲了七千多万人 单单是苏联就有将近2700万人死在了战争中 除了苏联之外 我国是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 我们将自己的资源用到了极致 战争给每个国家带来的损失 都是无法弥补的事情 五常用巨大的伤痛 才让世界恢复了和平 光是这一点 印度就无法达到 如果按经济来排名 依旧轮不到印度 毕竟与美国交好的日本 也想加入五常 而且印度的军工业一塌糊涂 虽然自称是亚洲军事强国 可他们的武器 基本上都是进口的 今天买美国的 明天买俄罗斯的 还被贴上了军国大国的标签 一个国家的话语权 是由军事实力来决定的 如果哪天印度买不到武器了 他们该如何设好呢 更不用说和五常比较实力了 相比较其他国家 印度确实是一个人口大国 以及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 因此印度非常有自信 觉得他们有资格加入五常 毕竟他们的经济实力 比俄罗斯还要强 可梦想很美好 现实却很残酷 印度国内的贫富差距巨大 就连首都新德里 还有大量的贫民库 最重要的是 印度教育业的发展非常之后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他们奇葩的行为 尤其是在防疫期间 他们有些行为 实在是令人无法理解 印度作为一个粮食生产大国 一边出口粮食 一边还有人在街头饿死 多么讽刺的一个现象 有钱人不缺粮食 而活人只能活活的被饿死 其实印度知道 他们国家内部的问题 也知道在不进行 全面战争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加入五常 可印度为何依旧 执着于加入五常呢 有专家分析说 印度国内有很严重的 种性问题 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这些问题让印度看起来 并不像是一个整体 为了改变这一现象 专家认为最好的方式 是树立一个 看起来能够实现 又实现不了的目标 通过这个目标 来增加民族个性与团结 除此之外 不断的寻求加入五常 还可以帮助印度 在国际上刷存在感 还可以改善日本 巴西等其他寻求 入常国家的关系 幸运的是 还有可能会得到 日本的经济支持 如果哪天真的出现奇迹了 印度的申请通过了 他们将会获得什么好处 最令人心动的是 五常拥有合法 持有核武器的权利 除此之外 五常还拥有一票否决权 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同意 你的提议就不会通过 好比印度的申请 因为这个权利 在联合国的会议上 经常能够看到 啼笑皆非的情况 比如说 乌克兰曾经想要废除 五常的一票否决权 但被俄罗斯的 一票否决权给否决了 由此可以看出 只要与五常 其中一个国家交恶 就会彻底失去 加入联合国的机会 只要成功加入五常 印度就可以提高 他们在国际军事上的地位 也会一下子拥有话语权 可以决定 其他小国的去向 最重要的是 可以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问题是 印度想要加入五常的目的 可能并不纯粹 如果他真的想 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怎么会频繁的 搞出小动作呢 而且五常是 帮助其他国家的一方 印度真的有能力 帮助其他国家吗 印度一直惦记着 五常的位置 哪怕屡战屡败 也绝对不会偷 有网友意想天开的说 猜想印度能不能 取代五常中的其中一位 毫不夸张的说 这个想法比登天还难 近些年来 英国虽然慢慢的 衰弱下去 但俗话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一点从马岛战争 就能看出来 当时二战结束之后 英国的经济状况 非常不理想 只能采取减少福利 和军队的办法 来节省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 没落地国 发出了最后的怒吼 他们为了尊严而战 不远万里横跨大西洋 彻底让阿根廷 见到了昔日强国的军事实力 法国更不用说了 与英国缠缠绵绵上百年 甚至还曾像老鹰捉小鸡一样 追着整个欧洲乱凑 第一次世界大战 法国硬钢德国与意大利的夹击 然后取得了胜利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有些拉垮 但靠着广阔的海外殖民地 法国也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至于俄罗斯 他继承了苏联的位置 虽然已经集体多年 但俄罗斯凭借着苏联 留下来的军事实力 依旧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尤其普京坐上总统职位后 用铁腕手段 让俄罗斯重新崛起 美国更不用多说了 从二战之后 便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国 而且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也没有闲着 先后经历了越南战争 阿富汗战争等等 虽然有输有赢 但美国的实力 还是有目共睹的强悍 相比于其他国家 我国的威名 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打出来的 1949年 我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 英国军舰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 企图阻止我军前进的步伐 结果我国解放军 抛击英国军舰 将他们轰得没脾气 1953年 我们打出了立国之战 抗美援朝 1969年 面对苏联的入侵军队 我国丝毫不退让 成功守住我国的珍宝岛 我国用一己之力 抵挡住了西方国家的恐怖乱炸 一次次用落后的武器 打败了强悍的对手 再到独立自主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如今再也没有国家 敢轻易的冒犯我们 虽然我国刚担任 常任理事国的时候 有很多人不服气 还默默的给我们穿小鞋 可现在实力证明了一切 反观印度面对隔壁的巴基斯坦 足足打了半个多世纪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还让巴基斯坦意外收获了核武器 你说气不气 还有人好奇 印度未来有加入武昌的机会吗 武昌会不会变成六昌 其实印度能够入昌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罢了 至少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武昌的名额不会出现变动 因为印度和武昌的实力相差过大 印度也没有能力去维持全球的秩序 其次印度申请入昌 必须会损害到武昌的国际利益 毕竟权力这种东西谁都想要 但武昌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 让其他想要入昌的国家只能半路折返 印度想要达到目的 除非发生奇迹 使他们一跃成为能够比肩武昌的世界性大国 不然的话 想要加入武昌 只是敬中月水中花罢了 俗话说 打铁还需自身影 苏通俗点 只要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世界的格局没有被重新划分 神仙也无法动摇武昌的席位 至于印度第六次申请入昌 大部分人已经当做笑话来看了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直到现在印度依旧抱有幻想 想要一颗猎强在国际大蛋糕中分一杯羹 可蛋糕已经分出去五块了 怎么还会给你呢 印度不知道的是 这种幻想终究是条不归路 不会学学我国 早日走向自强自立的新道路 不过来